在上一集里 路加认定施洗约翰和耶稣 就是神在旧约圣经中对以色列的应许 随后讲述了耶稣如何开展他的使命 把天国的好消息传给以色列的贫穷人 就是那些社会地位低下和被边缘化的群体 耶稣教导说 神国的价值体系与我们众所周知的社会价值观截然不同 在这部分经文的高潮 耶稣表明自己是新时代的摩西 要借着他在耶路撒冷的死带领百姓出埃及 路加让我们看到 耶稣正在率领自己新组建的以色列百姓 前往新耶路撒冷的旅程中 这部分内容主要记载了耶稣的教导 以及他对路上遇到的各色人等讲的比喻 这些人是他不断壮大的门徒群体 路加用这种方式把跟随耶稣描述成一个旅程 这将是你在人生旅途中要完成的功课 首先 耶稣邀请门徒加入他的传道事工 他差派他们一拨人在他之前 先去各城传讲神国的道 要成为耶稣的门徒 从一开始就要参与耶稣天国的工作 并把这工作看待为自己的服饰 当门徒从这些城回来的时候 耶稣就开始教导他们关于祷告 如何信靠神的供应等 这些章节集中了耶稣对钱财和慷慨的观点 如果跟随耶稣向旅途 那么我们就应该轻装上阵 维持一种不受钱财束缚的自由 好让我们能慷慨自如的给予 这些章节中另一个重要的主题 是耶稣对贫穷人不间断的服饰 他在旅程中不断召集组建新的以色列 他结识各种病人 撒玛利亚人还有负责为罗马帝国征税的犹太人撒该 当这些社会边缘的人遇见耶稣 他们的生命都被改变了 他们就这样进入了耶稣的国度 这一切被耶稣描述为一场盛大的宴席 他来是要寻找和拯救失丧的人 所以当人们看见神的恩慈怜悯时 耶稣就十分欢喜 然而不是所有参加宴席的人都很开心 路加也记载了很多关于耶稣和以色列领袖一起作席的情节 他只要指出这些人的骄傲和伪善时 宴席就会变成激烈的争辩会 在这些对比强烈的宴席记载中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浪子回家的故事 有一位父亲有两个儿子 小儿子很愚昧 离家出走 把自己继承的产业挥霍一空 最终他悔改了 回到家中父亲宽恕了他 还为他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席 庆贺说我这个儿子是失而复得的 然而那个做哥哥的大儿子从来没离开过父亲 他很生气 抱怨父亲不应该如此慷慨的对待那个不配的儿子 在这个著名的比喻中 耶稣向那些犹太领袖阐明自己的使命 耶稣在世上所设的各样宴席代表神喜悦所有的人进入他的国 进入神的家 但进入的唯一条件就是谦卑和悔改 这样就更加反衬出那些以色列领袖拒绝接受耶稣 拒绝接受神国价值观的悲剧 这种对耶稣的抵挡不断升级 直到耶稣最终进入耶路撒冷过于月节 当耶稣靠近圣城的时候他为这座城市哭泣 他的门徒拥戴他为弥赛亚君王 但以色列领袖却抵挡他 耶稣知道这些人对神的和平之国的抵挡 最终将误导以色列走上悖逆的不归之路 若干年后 以色列对罗马帝国的抵抗将导致耶路撒冷的沦陷 对于耶路撒冷的毁灭 耶稣用行动做了预言 他冲进圣殿赶出里面买卖牲畜的人 让献祭活动无法进行下去 耶稣说 这个敬拜的场所已经变成了贼窝 所以他必将被摧毁 当然 这一举动在耶稣和以色列领袖之间 再次引发一系列的争论 于是 耶稣预言说 有一天 罗马军队将包围这城 把圣城和圣殿都变为荒场 其中 居住的民众要灭亡 说完这些话 耶稣就退出去 和门徒一起 庆祝于月节 这是以色列百姓一年一度的盛宴 象征他们曾经借着羔羊的死 得了自由 因此 耶稣用这顿饭的饼和葡萄酒 作为这场新的出埃及的象征 他被掰开的身体 和所流出的血 将要释放出 属于耶稣的新以色列子民 晚餐之后 耶稣被捕 并在犹太领袖面前被审查 最后被定罪 罪名是他自称为王 路加在这里特别强调了耶稣的无辜 罗马总督比拉多向犹太领袖妥协之前 曾经三次宣布耶稣是无罪的 甚至加利利的统治者西律王 也没发现耶稣有什么可以指控的罪 最终 犹太领袖迫使比拉多把耶稣 钉死在十字架上 他就照做了 然而即使在极度痛苦的 宾死过程中 耶稣依然践行了 他多次教导的神的爱和怜悯 当士兵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时 他祈求父神赦免他们 与耶稣一同受刑的一个罪犯 意识到耶稣的身份 就说 你的国降临的时候 求你记得我 耶稣临别前的话 给这个谦卑的罪人带来了盼望 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耶稣表达完自己的慷慨和恩赐之后 就死了 耶稣的尸体被安放在一座坟墓里 在这一周的第一天 有几位门徒来到墓前 发现墓已经空了 在那里有两个像天使一样的人 他们说耶稣活着 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于是门徒们满怀惊奇地离开了 在这里 路加记载了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 有两个门徒离开耶路撒冷 去往以马五四的路上 他们为耶稣的死而难过 忽然耶稣出现了 就在他们身边 与他们同行 耶稣问他们为什么悲伤 他们说 原本所有的指望 就是那位救赎以色列的人耶稣 但现在他死了 一切都完了 后来耶稣和他们一起吃饭 他为他们掰开饼 就像他在逾越节晚餐上 所做的那样 就在那一刻 他们认出了他 然后耶稣就消失了 路加在讲述这个故事时 突出了跟随耶稣 很重要的一点 当耶稣的门徒 把自己的计划 和对耶稣的看法 强加在耶稣身上的时候 他对他们来说 就是隐形和无法参透的 只有我们顺服 委身于他颠覆性的国度时 我们才能看见 并认识真实的耶稣 而天国的宗旨 就体现在十字架上 耶稣流血的身体中 本书最后一个场景 还是宴席 耶稣向门徒们显现 并引用旧约圣经中的经文 向他们解释 告诉他们 这一切都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 弥赛亚将借着替百姓的罪 受难和受死 而成为以色列的王 并且 这王要用自己复活的生命 胜过百姓的恶 因此 这一切就像先知西面 在第二章中所发的预言 耶稣的国度 要从以色列开始 成为外邦人的光 好让神的赦罪之恩 向万国宣讲 所有人都可以被邀请来 跟随耶稣 不过 耶稣告诉门徒 要先在耶路撒冷聚集 等候将要到来的圣灵 圣灵将赐给他们能力 传扬神的大使命 这一幕很自然地 把我们带入路加写的第二卷书 《使徒行传》中 这就是路加福音的经意 《使徒行传》中 《使徒行传》中